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1滴滴 宇宙幻音节终于在台服发布了 好消息是这次的造型可以直接在商城买 大钱只要375 坏消息是 很丑 但是外观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站在一个main节的玩家 以及节的造型收藏家角度 为大家测试这次的新造型 到底值不值得花钱买 那我们直接开始看特效 OK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鬼造型 它的动作其实都跟经典造型差不多 蛮没有特色的 我说实在 那这也不能要求什么 毕竟它是375的造型 不是580的造型 有专属的动画 可是光是这个外观我就觉得 不太行了 大家觉得这个造型的配色好看吗 我个人觉得偏丑 满分10分我只给4分 但也有可能是看久才会觉得好看 就像某些产品设计出来被大家说丑 但最后还是被买爆 再来我们看看技能特效 6技能动画 其实我觉得蛮一般的 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艳 W技能我也觉得很普通 顶多影子消失的时候会有火焰 我觉得那个蛮帅的 1的话就是1 再来看看R的动画 我还是建议大家花270买冲击地刃 我个人力推这个造型 只要你是man姐一定要有 或是你不是man姐 但是你有姐这个角色 想帮他买个衣服 请买冲击地刃 便宜又好用 用过的都说赞 另外银河终结者结 将会在神话商店上架 没意外的画质 需要40结晶粉末 其他频道已经有特效展示了 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 总结 这次的造型我不推荐买 因为特效跟外观我都觉得很普通 当然神美观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可以不用浪费这个钱去买 除非你跟我一样是喜欢结这个角色 只要有出结的造型 就会买来收藏的 不然一般预算有限的玩家 真的不必花钱买 这次的评测就到这 我是一滴滴 我们下次见